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公共关系的重视 入华设有机制24小时监察舆论 加快请清假消息 负责对外同传媒联络的警察公共关系科升格之后 部门主管也迎来新面孔 由原本负责保安的助理处长陈东 接替国家传 陈东说升格展现警队对公共关系的重视 会继续说好警察故事 我十分同意青年轻 则香港轻 我们希望可以加强青少年 在守法防罪灭罪方面的意识 有人说到公关无小事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 公关就是什么都关系 我们的罪案数字究竟是升还是跌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 我们的公共关系做得好不好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 全民或者大部分的市民 有守法防罪灭罪的意识 这个就已经达到我们的公共关系策 部门另一个重点工作是澄清假消息 已经引入24小时御情追踪机制 目的就是要了解现在出面 究竟在网上有哪些事情可能在升温 或者有哪些事件在抹黑 而我们有必要去澄清 因为如果我们不澄清得快 有机会令到市民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 可能对政府或者对警队有误解 从而甚至产生仇恨 多些做解说工作 是否可以修补警民关系呢 并不可以说我今天做一件事 一束职就明天 我和你变成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个我相信是很难发生的事 我觉得建立警民关系 一定要真心诚意 互相去諒解 互相去了解 互相去会合 升格组的公共关系部 继续带来了新的标志 标志上面有公共关系部的英文宿舍 并且用了漸变蓝色 代表着有活力和因时制宜 而背后的白色三个型 就像一个播放件 那样 代表着警队的公关工作 会与时并进 武士演示记者 刘俊玉报道 一个27个月大的男子感染新冠病毒 出现私敲症 需要插合入住深切治疗部 清风危态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说 小朋友感染后 治疗比起成人困难 亦容易出现重症 当局呼吁确诊患者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长者那些高危人士 应该入住隔离设施 避免传播 再多一个幼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危态 那个27个月大的男童 未有接种新冠疫苗 上星期五发烧和有感冒的病症 去到星期一凌晨出现呼吸急速 和有喘鸣的情况 家人带他去到人制医院急诊式求医 检测后发现CT值是14.8 即是病毒量高 男童入院之后 呼吸困难的情况继续恶化 并出现私敲症的病症 即使医护人员已经输养和提供类固醇 男童仍然神志不清 血含氧量偏低 需要插口协助呼吸 他之后被转送到马加烈医院 耳痛深切治疗部病房 情况危态 男童的爸爸和五叔的姐姐 分别在上星期四和星期日确诊 很多人士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家旁边都可以 可能他们要考虑 其实他家里可能有自己打了针 可能是没有什么病症 或者很清明的病症 但其实也有个机会 他会传染给自己家里一些高危的人士 他们很多时候感染了之后 那个严重或者死亡的风险是高的 那特别是有些小朋友 可能他都没有机会打到针 那变了就要考虑一下 真的要去这个社区的隔离设施 因为这个都是帮助保护你的家人 至于早前确诊病犯脑炎的五岁女童 情况仍然危态 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 她十一岁的姐姐也染疫 三岁以下幼童确诊数字 最近两星期比起之前 轻微上升0.3个百分点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说 儿童感染之后 治疗比起成人困难 也容易出现重症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这气管那么轻炎之后 他的医膜就会肿胀 这一肿胀变成了 他的痛气量不够 因为小孩子这么小 插口一些都不容易 所以要慢存的话 就变了很多支援 包括麻醉科的村科医生 用很好技术 然后很安全地插口 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 才去破牌这么多干预呢 就要做一个最简单的 所谓干预是打针 劉宇隆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接种相关疫苗 减低确诊之后患重症的风险 母线演示记者 劉俊玉不得 明报社评 粉岭高球场公屋发展计划 环资会今个星期五再作闭门审议 政府决定土地使用 环保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环资会是咨询机构 扮演技术顾问角色 制度上不具备任何否决权 政府稳地建屋 必须以公众利益为终极考虑 倘若一遇既得利益制止阻留就退缩 公众必定怀疑当局解决房屋问题的决心 大公报社评 在香港房屋问题越减越烈 上楼时间越拖越长 开发绿化地带 是提供土地的最有效手段 并非不能碰的禁区 香港必须解放思想 多管齐客 切实稳地为民解忧 正如专家指出 保育和发展并非对立 只要将保育价值低的绿化地带 改为发展用途 哪怕只是其中百分之一 就能建造十万个单位 为几十万居民提供安身之所 信报社评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77周年 东京报道馆举行仪式悼念战争亡云 手上岸田文雄尚算式大体 未有亲身参败政国神社 问题是 在美国大头围堵中国 肆无忌惮打台湾牌的情况下 加上岸田政府 有意利用国会控制权修改宪法 谋求升格为拥有正规军队的正常国家 日本有逆势力必定更加联眉抗衷 严严下日不少人都会吃水果来消暑 不过水果含有果糖和热量 摄取果量都是有问题 市民又知不知一些常见的水果 例如是西瓜、苹果、士多啤梨和提子 哪一款含有最多的糖分呢 叫青果、糖分 甜点应该是提子 西瓜点点 苹果呢 为了西瓜 因为糖分都很高 那这些资料就还可以 士多啤梨也排第二 苹果和这两个没问题 因为医生远离我们 西瓜 为何呢 甜是糖素高,起碼十多度 除了以上四款水果 我們帶了夏天當造的芒果、龍眼、荔枝 以及大家經常吃的橙去驗一驗果糖 西瓜裡面的糖分大概是9% 意思是吃100克的西瓜 大概有9克的糖分 因為士多啤梨相對的糖分是最低的 大概是7% 我們發覺八角水果裡面 我們的糖分最高是龍眼、荔枝 去到17至20之間 這個糖分是非常之高的 荔枝不但含有高糖分 而且印度不時都會出現 進食未熟荔枝後抽搐、昏迷 甚至死亡的個案,特別是兒童 原來是因為未熟的荔枝含有刺金胺酸 這個化學品是在一些未熟的荔枝 它的水平會比較高 而吃下去會影響到身體的新陳代謝 尤其是一些胺基酸的新陳代謝 而導致身體的血糖不能夠製造到糖分 小朋友可能吃了很大量的未熟荔枝 再加上它們長期空腹 就會導致夜晚血糖低的情況 也導致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馬青雲說 香港比較少有未熟的荔枝 絕少會發生這類情況 市民只要進食適量 就不需要太擔心 無線電視記者郭顯瑋報道 北京舉行中日韓古代青銅器展 呈現三國各具特色的青銅文化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 取名東方吉金的青銅器展 由中國、日本和南韓三間國家博物館聯合舉辦 分三個展區呈現大約五十件三個國家的 古代青銅器類文物 在中國展區 戲型豐富、種類繁多 它的歷史更可追溯到2200年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蔡侯母出土的幾組銅器 包括各種鼎、鬼、瓶、芳芋和編鐘等 中國青銅文化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的利益特色 中國的青銅利樂文明可以以中名鼎實 來加以凝聚和概括 韓國和市本方面也來了非常重要的 有特色的青銅器 韓國天星似的大鐘 是韓國的古堡級的文物 青銅錨、青銅歌、青銅劍等等 都是能夠體現出日本青銅文化的 基本面貌的一些典型器物 青銅器的出現 揭開了人類文明重要的篇章 古時候青銅器在中國 被用作皇家和權貴的日常生活用具 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 也是下雙周時期文化的體現 專家就說 這次將中國青銅器和外國青銅器匯聚一堂 展示不同國家青銅文化的發展軌跡和交流互鑑 為觀眾探索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獨特的視覺 無線電視記者李永山報導 長輩的愛是無限的 江西南昌一對祖父母 無懼生活艱難 撫養過孫 經過多年的寒昌虎讀 終於考上心儀大學 今年16歲的劉希雄收到來自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入讀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 成為數學家優成童的學生 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分享喜悅 由於家庭變故 劉希雄是由祖父和祖母撫養長大 靠著擺地攤和政府發放的最低收入保障來維持生活 貧困的生活條件不單沒有讓劉希雄卻步 反而激勵他好學上進 小學五年級就提前入讀當地的重點中學 並且在數學競賽脫榮而出 有鄰居得知劉希雄年紀輕輕就被清華大學錄取 都稱讚他是天才少年 他就對此不以為言 說能夠考得上 是因為給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當然不是天才 天才多的是 我怎麼能分天才呢 那你覺得是你自己的努力是嗎 我可能確實是努力稍微比較多一點 對於生活是怎麼過的 科餘生活沒有科餘生活 就是都是在學習 對我身邊有科餘生活 孫仔即將離家學習 祖母宮外英高興之餘 也都心心不捨 希望他日後堅守初心 實現成為科學家的夢想 為國家作出貢獻 孫仔記者曾加進步 吉林有個另類社交達人 十年內結識了幾萬個新朋友 一起看他的故事 你好 你好 正是和新朋友玩的 是吉林九十號吳建峰 無論是黑熊或白狐 網蛇或猫 全部都是他救回來的野生動物 身為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的吳建峰 從小就喜歡觀察動物 大學的時候 也都經常去到野外做動物的田野調查 有多年救助動物經驗的他 都曾經遇到困難的狀況 他的鼓動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而且一旦折斷的話 我們是無法去給他很好的救護 除了救助動物身經百戰 吳建峰最厲害的就是可以聞聲識鳥 以叫聲辨別數千種鳥類 現在吳建峰只是將保護站的野生動物 運送去到伊山磅水的新保護站 那裡有利受傷動物的野化訓練和放歸 他說保護站建立之後 越來越多年輕人致願參加救助野生動物 令到他很感動 早派吳建峰救助的禿袖 在養了三天之後就飛走了 他說野生動物能夠不依賴人類 是所有志願者最真誠的願望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被導 這次中華麗影報道完 早晨歡迎收看開示打擊 美國債息下跌利好對息口敏感增長股份 帶動美股扭轉早段的跌勢 導致連升四天 但美股期貨在亞洲市就回軟 來港股方面 上日要跌過百點 險搜兩萬點收市 今早早高開到66點 看看最新的表現 恒指升二十四點到二萬零六十三點 各項分類指數普遍上升 總成交超過二十二億 看看期指 即月升三十三點到二萬零六十七點 九月升四十點報一萬九千九百九十六點 成交四千二百幾箱 最活躍港股的最新造價 有幫保險跌一毫半 匯通達網絡沒有起跌步62元 阿里巴巴升一毫半 港交所升過四 騰訊升兩毫 勁動集團升五個八 平保升五仙 碧桂園升一毫八 協欣科技升一毫三 石藥集團跌一毫二 恒生科技指數升三十三點報四千三百四十二點 先看資源股的表現 隔晚油價要跌百分之三 紐約旗油收在每桶九十美元以下 事關內地經濟數據弱 加上墨西哥灣一條輸油管修理員恢復運作 也利淡油價 石油石化股早段普遍向下 中海油和中石化跌百分之一 中石油要跌百分之二過外 現價報在三個三毫四 現貨金價跌超過百分之一 去到大約一星期最低 金礦股亦都受壓 山東黃金跌一毫 紫金礦業跌百先報九個一毫二 轉看內房股的表現 為了緩和內房資金緊張的問題 據報內地監管部門向民企的內房債券 提供官方存額擔保 對象包括龍湖和旭花等等 其中龍湖第一批中期票據已籌備發行 集資最多15億元人民幣 最新龍湖股價升8%至24.1% 其原內房股亦顯著做好 碧桂原升2毫報2.52% 欲費升8.6%報2.02元 至於國企的潤地亦做好 升3%至30.7% 轉看其他業績股的表現 信譽光學中期順利大減近一半 差過市場預期 公司預計消費需求持續低迷 產業發展亦不樂觀 股價仍向上升至1%報121.8% 理想汽車上季非美國供應會計準則規選擴大 預計今季營業收入增加最多近2.3% 股價升2%報127.3% 微盲中期經調整規選擴大 早段股價受壓跌6%做3.97% 粵民集團上半年順利大幅減少近7.9% 股價要跌8%過外做29.3% 上海復旦中期淨利潤大升1.7倍 收入升5成 股價近日創新高 今日業績後要回軟跌0.3%做33.75% 看其他業績及消息的股份 佐丹奴獲控股股股東周大福提出全面收購 主席拒絕出售持股 不過獨立董事便建議股東接納 佐丹奴股價升2%做1.78% 比亞迪計劃投資超過280億元人民幣 在江西興建理電池工廠 股價早段靠穩升2毫升 報286.2 中國玻璃、西部水泥和正榮地產發營景 中國玻璃股價仍向上升到2%做1.2毫升 不過正榮地產向下跌1%做4毫升 西部水泥股價早段變動不大 現價報9毫升 看看美元最新匯價 日元賣出價133.452 英鎊1.2043 瑞士法郎0.947 歐元1.0155 家元1.2909 歐元0.7022 新西蘭元0.6358 港元7.838 開示打擊到這裏再會 產黨議員 國務委員經外長黃毅 向到訪的亞非法展中國家駐日內瓦市下 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针对美方每次公然挑衅 中方必须做出必要的正当反应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 昨天以视像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 亚非发展中国家驻日内瓦史节 黄毅说中国愿意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由此面对新冠疫情持续延档 国际形势动荡不安 冷战思维死灰复燃 国际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联合国 要进一步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不能使多边机构沦为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 操纵决定国际事务的工具 黄毅展述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 和中方的严正立场 强调针对美方每次发起的公然挑衅 中方都必须做出必要正当反应 这是在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权利 也是在维护不干涉内政原则 这一国与国家往的黄金法则 和发展中国家安身立命的护身法宝 黄毅又就加强全球人权治理 改进多边人权机构工作 提出四方面建议 首先要坚持相互尊重 反对强加于人 各国国情不同 历史文化各异 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 探索符合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 其次要坚持系统推进 反对取舍偏废 对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 生存权 发展权才是人民最紧逼的需求 三 是坚持开放包容 反对干涉内政 多边人权机构应该秉持 而非选择性和非政治化原则 成为各方建设性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而不是大搞政治对抗的战场 最后是坚持公平正义 反对双重标准 一些西方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对本国和盟友的人权劣迹 视而不见 各国要共同抵制这种 搞选择性失明的做法 无线电视记者陈如乔报导 为了换博内房资金紧张问题 拘捕内地向民企的债券 提供官方存额担保 对象包括龙湖、旭辉等等 两家公司未回应报导 内地有难尾楼业主促请政府银行介入 令到项目复工 否则拒绝常还按揭贷款之后 楼市销售再次降温 为了协助内房舒缓流动资金紧张 路透引述消息说 内地监管部门已经指示 国有增讯机构 为民企内房发行的债券 推出存额不可撤销担保 对象包括龙湖、旭辉等 其中获提供存额担保的龙湖 第一批中期票据已筹备发行 集资最多15亿元人民币 包括三年期和五年期 有望在八月底之前完成 因为之后就要先披露半年业绩 无集说明书未必来得切更新 亦想省工作量和加快进度 另一家内房新城控股 五月曾发行10亿元人民币境内债券 获提供信用风险缓解符证 承认CRMW涉及最多1亿3千万元人民币 但之后不当内房访效 消息相信今次提供存额担保 效果会较CRMW更好 但业界信心始终不强 7月房地产投资按年低1成2 跌幅今年来最大 报导引述有内房形容 除了国企、民企基本上都只是挣扎求全 形容必须立正库头 首要保障兴建的项目交楼 也都难以额外集资 彭博担心罪惑情况 内房财困、加剧烂尾楼风险 受影响的内银案揭贷款 可能达到4万4千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经济总量3.8% 但有内地分析相信 部分城市会加强支持政策的力度 按针对个别群体 尤其是换楼人士放宽调控 楼市金9、银10仍然可期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业务卫生国局长劳宠报道 新冠病毒即时繁殖率有回落 禁波疫情的高峰或者会提早过去 但要预防冬季新一波疫情的来度 单日新增新冠病毒个案近日一度回升到超过5000宗 会否好似政府内部早前估算到9月头达到金波疫情的新高峰呢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谋说 新冠病毒的即时繁殖率 由6月底7月初的1.8 即是每个确诊者会传给1.8个人 会落到最新的1.06 如果跌势持续 高峰或者已经过了 最理想当然是将R0去到低于1 低于1的话 我们就会见到高峰过了 数字会总体会慢慢下降 但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 太骄傲或者去轻视这个情况 根据外国的经验 B5的传播率是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B5的占比 已经去到差不多20% 这个我们也要担心的 与其预测未来 我不如劝所有市民 大家共同合作 我们去改变未来 当局早前公布22个人抵抗之后 第4至7日验到阳性 估计相关的人 是完成3天酒店检疫离开之后 拿着皇马期间确诊 缩短检疫期的措施 会不会再次影响疫情走势呢 其实在检疫酒店离开 以往就算7天 都有部分是7天之后发觉的 由我们开始计划的时候 都知道有20% 是会离开了检疫酒店 正正是这样 我们就必须有一个皇马的措施 皇马就可以令我们 限制了这些人 就算他是3天检疫之后 才确诊 他都不会去我们社区的高风险地方 引致传播 至于近日多了确诊的婴幼儿入院 他说情况值得关注 疫苗是非常安全的 是绝对值得去尽快接种 尤其是因为接种是一个过程的 要打三针才提供到最好的保护 如果现在开始打 就刚刚可以为他们保护到 冬季的新一波新冠疫情来到 他也都再次强调 要做好现行的防疫政策 避免社区出现大爆发 才能够考虑放宽更多的社交距离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李尚谦报道 引起去年年底望月楼群组的两个 时任国泰航空机组人员被控违反防疫规例 在东区法院被裁定表证成立 今天再讯 46岁首被告黄玉龙和44岁次被告刘诺宏 否认三项作为需遵照医学监察规定人士 没有遵照指明条件罪案件开审 洪方开案陈池说 两个被告在去年平安夜和圣诞 分别由美国执勤返港 在机场获发医学监察通知书 列明需要在之后21日自我隔离 避免非必要社交活动等等 除非外出检测或看病等必要活动 否则要在抵港后第三日进行核酸检测和呈阴性 才可以离开居所 大黄玉龙抵港第二天就离开西环的住所 到当日抵港的刘诺宏屯门寓所 刘诺宏也曾到屯门商场拿包裹 两天后在未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下 到九龙堂有一成救密 之后在望月楼和爸爸以及朋友五线 控方证人卫生署总港口卫生署任梁耀康 承认涉案通知书内容复杂 上面并没有清单列出可以离开住所的必要活动 只有一些例子可以参考 在裁判官黄正瑜裁定控罪表证成立之后 黄玉龙出庭自便 说当时已经任职国太空中服务员14年 公司会在出勤之前发通告和开会 提醒基组人员抵港安排 但在纽约回港之前对规例中的必要活动有少少不清楚 他说国泰内部电邮只是提及不要去人多击逼的地方 没有列出其他禁止行为 而进行有关精神和身体健康事宜 或者处理公务就可以外出 所以在机上和同事讨论之后 认为搭公共交通工具 出门买东西等等都可以接受 他又说自己在抵港当晚快测和核心检测都阴性 到次被告家送礼之前 也都按公司指引做快测 又说已经是第二次接受医学监测 所以肯定自己可以出去探朋友 重申不知道为例 无线电视记者利尔昆布导 接下来是深港部发信